我们还有一个给别人做这个法事 这个网友呢 他接触这些音的东西啊 太年轻 有没有上层的一些指点 早早进入这个方面 难免会抵抗不了这种外界的 非人类的东西 搞得自己也 这个眼睛啊 下边这个黑的 已经不是常人了 看上这个表达 各方面感觉还很正常 好像嘴巴还挺快 实际上已经不足以了 都是在提前的透支 很多人都是先动嘴后动脑 说说说 说一大堆没用的 脑子不工作 你光会说光使劲说有什么用的 谁听呢 人来一对反感 贵人少言 贵人语吃 你看慢性子的人呢 这种往往福气比较大一点 你看当官的 有几个 那都小官嘛 那就是不是过而是利吗 当然也不让太慢了 太慢就反应慢于吃了 所以即使你有的快 也要三减几口慢一点 我们说这个人 他就 好像过多牵扯别人的因果了 这也是一方面 那整天搞这些悬的鞋的 暴力呀 没有什么正规的传承 法令就该乱来了 也不分这个人 好坏呀 只要有钱就做呀 那一味的使劲的帮了一个人 实际上可怜的人比可恨之处 虽然分轻重 但也都是有的 不过当时呢 我们也是看他真的很可怜 他自杀过19岁 他被他老公后来救了 结果 又搞出一堆奇怪的东西 这个性格太多了 看似对外人很好的 实际上他自己家 对自己是很残忍 经常有这种人 往往 他对朋友很好 对他们 就是他家庭不幸 他把这些多余的爱 付出 希望得到一定的回报所需 那那个眼睛啊 都是迷离的有些 这套花眼有一些就 明显着他就是 搞一些邪的东西 但还不至于说很坏 事后他把他的一些 老底都告诉我了 因为我们曾经帮过他 但该说的还是要说 就说 他事后居然还 跟他这个 因为什么婆婆出不来的 就跟他老婆分 你可以讲缘分 但一说这个他就马上跳起来 这个问题很大 所以这个人我们也帮过多了 事后呢 你看今后还是否 有再见的缘分 他总会信我 还是值得帮一点点